小小狐猛活泼可爱 不只在动物园能看得到 几年前开始 越来越多人把他当宠物饲养 他也是卡通狮子王中 钉满的原型 但有游客在苗栗三亿风景区 发现了一只走失的狐猛 通报动物防疫所 动防所人员调查 他身上没有晶片 7月15号依法公告了7天 没人认领 22号下午4点开放认养 多达97人 登记争取领养小狐猛 最后是由排序第11位的 男投人抽到 他自己的小孩子 也是续产动物相关的 一个科系毕业的 那他现场家中也有养狐猛 也带回去 领养的新的这一只狐猛 也会有伴 狐猛相对来讲 你要说他比较野一点 也是可以这样形容 照顾上倒是没有非常难 可是他们可能需要 更多的时间来做陪伴 甚至是教育 绝对不是那种 看到觉得好可爱 好像也不过来 就可以买回家玩的那种动物 狐猛是群居动物 但宠物店老板说 如果一次养太多 他们自成一群后 主人可能反而变外人 遭到攻击 大概养一个多月而已 只要教他们怎么样去大小便 他们就会知道 要去该去的地方大小便 主要他们都吃什么 都为他吃猫饲料 偶尔给他一点点心 虫虫 就面包虫之类的 他虽然可爱 饲养难度不高 但当他成为宠物 也是需要被长期照护 洞房所说 这只三亿箱被人发现的 走失胡蒙 不确定是否是遭到 前主人弃养 TVBS新闻赖重荣 谢股惊鸿 采论苗栗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